利未記 第23章 耶和華對摩西說 李曉語以色列人說 耶和華的節旗 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旗 六日要做工 第七日是聖安息日 當有聖會 你們什麼工都不可做 這事在你們一切的住處 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耶和華的節旗 就是你們到了日期 要宣告為聖會的 乃是這些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 是耶和華的如月節 這月十五日 是向耶和華守的無教節 你們要吃無教餅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會 什麼牢牢的工都不可做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 第七日是聖會 什麼牢牢的工都不可做 耶和華對摩西說 李曉語以色列人說 你們到了我賜給你們的地 收割莊架的時候 要將初屬的莊架 一群帶給祭師 他要把這一群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 使你們得蒙月納 祭師要在安息日的次日 把者菌搖一搖 搖者菌的日子 你們要把一碎 沒有殘疾的工綿羊糕 獻給耶和華為犯祭 同獻的數祭 就是條猶的世面依法十分之二 作為輕鄉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同獻的殿祭 要走一恩四分之一 無論是餅 是空的子粒 是新水子 你們都不可吃 值等到把你們獻給神的工物 帶來的哪一天才可以吃 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 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 獻和菌為搖祭的哪日算起 要滿了七個安息日 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 共計五十天 又要將新數祭獻給耶和華 要從你們的住處取出世面依法十分之二 加教 敲成兩個搖祭的餅 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 又要將一碎 沒有殘疾的羊羔七隻 公牛獨一隻 公綿羊兩隻 和餅一同奉上 這些與同獻的數祭和殿祭 要作為繁祭獻給耶和華 就是作輕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你們要獻一隻公山羊為贖聚祭 兩隻一碎的公綿羊羔為平安祭 祭獻要把這些和初熟墨子造的餅 一同作搖祭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 這是獻與耶和華為聖物歸給祭獻的 當這日你們要宣告聖回 什麼牢鹿的公都不可做 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 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家 不可割盡田國 也不可拾取所為樂的 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曉譽以色列人說 七月初一 你們要守圍聖安息日 要催覺作紀念 當有聖回 什麼牢鹿的公都不可做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耶和華曉譽摩西說 七月初十是贖罪日 你們要守聖回 並要剋苦己心 也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當這日 什麼工都不可做 因為是贖罪日 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贖罪 當這日 凡不剋苦己心的 必從民中剪除 凡這日做什麼工的 我必將他從民中除滅 你們什麼工都不可做 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 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要守這日為聖安息日 並要剋苦己心 從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 要守為安息日 耶和華對摩西說 李曉譽以色列人說 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 要在耶和華面前守者節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回 什麼牢陸的工都不可做 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第八日當守聖回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這是嚴肅會 什麼牢陸的工都不可做 這是耶和華的節旗 就是你們要宣告為聖回的節旗 要將火祭、繁祭、數祭、祭物並奠祭 各歸各日 獻給耶和華 這是在耶和華的安息日以外 又在你們的工物和所許的願 並甘心獻給耶和華的以外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 就從七月十五日起 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 第一日為聖安息 第八日也為聖安息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中樹上的枝子 與茂密樹的枝條 並河旁的柳枝 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 每年七月間 要向耶和華守者節七日 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要住在彭裏七日 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彭裏 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 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 曾使他們住在彭裏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的節七日 全給以色列人 試過了 我要一個聖安息 斷子